接下来出场的这位小伙子 是一名雕刻师 刚刚从上海的迪士尼回来 来 我们掌声有请他 全场热恋 这位小伙子由唐军情绪中队推荐的 一本下午柔畅 我看过一份儿再拉拉地唱 不管都这火汗都赶得迷闯 干脆信赴火 你就马里通快乐 全场热恋 全场热恋 大家好 我叫杜茂林 今年23岁 来自辽宁铁岭仓主县 我的爱情缺言是 你的幸福我雕刻 我的工资你管着 好 来看一下16个姑娘 对谁的感觉最好 来看一下我们这位雕刻师的第一个等题了解一下 虽说童话里都是骗人的 虽然我不是王子 可我却能亲手给你建造一个 专属于你一个人的童话世界 从16岁开始 我就正式进入了雕刻师这行 除了你们女生 最喜欢的迪士尼 是我们建造的以外 杭州的宋城千古清 丽江千古清 广州郑家广场 极地海洋世界 青岛东方颖都 北京温都水城 贵州云曼湖 太阳热带雨林 昆明野生动物园 六年当中我几乎走遍了大半个中国 我现在的薪水都不是像别人那样按月薪年薪来算 我得按日薪来算 每天600块钱 只要我想干 一年365天都有活 雕刻师不但是个高薪的职业 而且还能借着干活的机会 全国免费旅游 我这个人吧 平时没什么爱好 就是干完活之后 愿意去当地最著名的地方溜达溜达 等以后有女朋友了 我会带她继续走遍全国 这么多年跑了这么多城市 可我还是最喜欢老家辽宁省 父母在不远游 爸妈在仓土老家种地 两个姐姐也都在沈阳定居了 我现在房子和车都没买呢 就是等着在全城热恋上找到你之后 再亲手为你打造一个属于你的童话世界 14号 李嘉 我就感觉我挺童话的 因为我是一个幼士 我挺喜欢老师的职业的 没事丢丢我和孩子在一起的照片多好啊 你跟孩子的照片是你跟他的孩子 还是你跟你们幼儿园的孩子 是我跟我们幼儿园的孩子 不是 李嘉呀 你想想 都谁没事把自己的照片叼成雕像啊 有意义啊 你要是 就是因为别人没叼过嘛 所以我试试 你打算把这个放在哪呢 叼完的 逛我们幼儿园门前 这我也不敢做呀 做 这有啥不敢呢 我长得吓人呢 他摆的位置是吓人呢 没事 我给你摆屋里 摆炕上行 别人看不见 4号 王楠 你说你是雕刻师对吗 我看你拿那个就是什么铲子 给他拿的啊 好像是个莫尼的 人家是雕刻师 才不是莫尼的呢 凤姐大片二级角马上开整啊 后边俩更精彩 选美比赛开选 谁将是冠军呢 转告回来看啊 人家是雕刻师 才不是莫尼的呢 但是我看像那个 那个笔笔画画的 就是人家主要是做的是那种 雕刻类的假衫什么的 根本跟袜笔不沾边啊 雕刻师不应该是 拿个小串是啥 可能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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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说 不有不同的工作性质吗 就你不能说 以你那些性格 把这大片都盖过来 你咋知道呢 金峰 你咋这么了解呢 工地的袜笔是 气墙和抹灰吗 他不是做雕刻的吗 对 你看 我最了解他 其实我就是雕刻师 用不着拿小串 帮帮帮帮那么着啊 那好像是春晚一着墙 打得你俩是一伙的呗 那必须的嘛 你不就喜欢花美男吗 是不是 冯姐 干啥这么说 咱辽宁的小伙 要言有言 要职有职 要钱有钱 要个有个 反正你给安排个默会的 我跟你说 台上脾气最倔的就是我 希望某些女嘉宾能对我们 辽宁的老乡稍微客气点 对 你不讨厌